同樣是國際消息 來看非洲國家蘇丹 發生政府兩個多月 政變兩個週月 總理哈姆杜克在當地時間二號 傍晚宣布辭職了 哈姆杜克在國營電台上 發佈自己請辭的消息 他在演說時說 已經盡了全力避免國家陷入災難 並說蘇丹正在面臨存亡的 關鍵轉捩點 而這個蘇丹去年十月 爆發軍事政變以來 哈姆杜克一度遭到軍政府轉禁 隨後引爆反軍政府示威活動 之後軍政府迫於國際的壓力 讓哈姆杜克在去年十一月復職 並且預定二零二三年七月舉行大選 如今哈姆杜克請辭 恐怕會讓原本已經很混亂的蘇丹情勢 更是雪上加霜